第二三题,甲乙和丙为三个灯泡 甲乙和丙的电阻皆为1欧姆 将此三个灯泡连接成如右图之电路形式 若灯泡之电阻皆符合欧姆定律 则甲乙两灯泡的电功率比为多少 我们晓得乙灯泡跟丙灯泡的并联 它的电压一样,而它电阻也一样 所以它的电流就一样 我们假设电流为1 那么这两个是并联 所以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我们的总电流就是2 所以流经我们的甲的电流也是2 然后根据我们的电功率公式 p等于i平方乘以r 所以现在我们的电阻都一样 我们就不要管它 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电流的平方 所以我们的甲比上乙的功率 就是电流的平方 2的平方比上1的平方 也就是4比1 所以甲和乙的功率比为4比1 第二三题问我们说 则甲和乙两灯泡的功率比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a4比1 我们下车的平方便是2比1 我们下车的平方便是2比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